2024年的早些时候 美国国务院批准了新一轮的对台军售计划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 要属来自安杜利尔工业公司的 291套阿尔提乌斯巡飞弹 这则消息一处 在网络上引发了激烈的讨论 一边有人认为 这套阿尔提乌斯600MV 此前也被美国援助给了乌克兰 经过了战场的实践 能够快速形成战斗力 另一边也有人认为 对台销售的巡飞弹的价格 平均每套高达数十万美元 其有效载荷不过3000克 仅从火力的角度来看 其装药量还不如一发 155毫米榴弹 价格却翻了几十倍 实在是不值得 他们的这些说法都是事实 只是很多时候 我们忽略了另外一个问题 那就是最近几年里 世界各国的军火公司 都在正想开发巡飞弹 和无人机系统 他们的路线错了吗 高价开发采购精确制导武器 到底值不值得 希望今天的节目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解答这个问题 此次台湾购买的 阿尔提乌斯巡飞弹 也可以叫游荡弹药 巡航弹药 徘徊弹药 或者制空弹药 好我们平时在新闻里 见到的自杀式无人机 属于师出同门 实际上这款巡飞弹 也是在阿尔提乌斯系列 无人机的基础上 改装而来的 其最大航程达到了440公里 制空时间约4小时 可以通过大型飞机的 发射管起飞 采用了模块化设计 可以根据不同作战任务的需求 安装情报 监视 侦察 及目标定位模块 电子战模块等等 并不局限于 实施自杀式攻击 而除了灵活性强 能够从不同的平台 发动攻击以外 这款巡飞弹的最大特色 就是作为 协作集群的一部分 执行作战 在2022年 美国陆军使用阿尔提乌斯600 进行了一系列 封群无人机的实验 在这场演示中 只要一个操作员 就可以同时控制 28台无人机 共同执行任务 利用模块化结构 封群中的无人机 可以分别执行不同的任务 例如一部分无人机上 可以安装侦察模块 例如摄像机传感器等 用来搜索战场 寻找敌方雷达和通信中心的位置 而封群中的另一部分无人机 则可以携带电子干扰设备 来由针对性的 执行电磁压制任务 干扰对方的雷达和通信能力 例如在敌方雷达上 创造假目标 甚至是直接携带弹头 撞向雷达天线等等 在机群中的无人机之间 划分侦察和打击任务 为联网的无人机群 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 相较于传统的 查打一体无人机来说 无人机风群的健壮性更好 对于战场的态势感知能力也更强 因为每架飞机 不需要执行全部任务 也就无需同时携带大量设备 这样单个的无人机 就可以变得更小 更便宜 去年9月 安都里尔公司 还在美国陆军的实验场里 测试了最新款的 阿尔提乌斯700M寻飞弹 在进行的实弹测试中 六发六中 攻击十分精准 这款寻飞弹的载荷 已经达到了15公斤 与美军的地狱火导弹相当 可以轻松击溃 各种大型装甲目标 甚至是一些轻型碉堡等 好吧 现在我们知道 台湾预计购买的这款无人机 确实是一款高科技产品 但这似乎并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 那就是花费大价钱 去追求精确制导 到底值得吗 在军事历史上 第一次大规模使用精确制导武器 是在1982年的 英安玛岛战争中 而不久之后的海湾战争和科索战争中 精确制导武器更是被大量使用 精确制导武器的特点有许多 但最重要的特点就是高精度 举例来说 战斧巡航导弹的射程达到了2500公里 精度则在30米以内 而激光制导炸弹和制导炮弹的精度 则更加恐怖 理论命中误差 仅为一米 如果大家对这个精度没有什么概念的话 我们就来回顾一下历史 二战时期其实是使用了当时最先进的诺顿瞄准器 B17轰炸机的头弹误差也达到了1000米左右 而到了越南战争中 F105D轰炸机的头弹误差仅为100米左右 虽然比起二战有了相当大的进步 但还是完全不够 这一点在轰炸清华大桥的行动中体现的尤其明显 从1965年的滚雷行动开始 一直到1972年 美军断断续续炸了7年 采用电视制导的滑翔炸弹炸断了这座大桥 到了海湾战争中 F117夜营轰炸机首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 作为一个轰炸机 F117是极度偏刻的 不论是载弹量 速度还是机动性 它都停留在四五十年前的水平 但就是靠着一手隐身绝技 通过投掷高精度的激光制导炸弹 达成了极其可怕的作战效能 作为对比 我们来看一个真实的案例 那就是海湾战争中的Q空袭计划 这是整场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空中行动 美国空局出动了包括56架F16在内的 一共78架飞机 对伊拉克首都 巴格达的炼油厂指挥中心 以及核反应堆等设施 发动了空袭 但在付出了两架F16被击落的代价之后 他们却几乎没有对预定的目标 造成任何明显的杀伤 最主要目标的核反应堆 只受了轻微的损伤 然而随后的一个晚上 F117上投下的精确制导炸弹 一下子就摧毁了整座核反应堆 战后记录显示 纵观整场海湾战争 平均每架F117打击的目标数量 是非隐形战斗机的18倍 这并非是由于F117载弹亮度 而是因为它打得准 根据测算 如果炸弹的爆炸威力提高一倍 它的杀伤力只会提高40% 但如果命中精度提高一倍 武器的杀伤力就会提升400% 海湾战争的经验 让世界军事专家得出一个结论 在过去的战争中 要摧毁一个目标 需要考虑的是出动几架次飞机 而在未来的战争当中 要考虑的是出动一架次飞机 要击中几个目标 正因如此 精确制导武器的第二个特点 高效能 就是不言自明的了 一架飞机能在一次打击中 摧毁多个目标 说明它的作战效能高 这一点大家都可以理解 但有些反常识的是 精确制导武器的经济效能 也是十分可观的 有的朋友就会说了 不对呀 战斧巡航导弹的平均价格 高达200万美元 即使是战术型的战斧巡航导弹 也要50万美元以上 而美军非制导型的MK-84炸弹 在装药量翻倍的同时 单价不过2万美元 这样一看一枚战斧的价格 能买100枚MK-84炸弹 似乎无论如何 战斧导弹在经济角度 都是抵不过普通铁炸弹的 然而炸弹再便宜 只要炸不中目标 就是浪费 正如同前面Q空袭计划中的那样 出动70多架战斗机 投下100多枚MK-84炸弹 结果呢 两架F-16被击落 飞行员被俘 付出了上亿美元的代价 也没能达成预定的目标 可以说是竹篮打水一场功 赔了夫人又折兵 这样一对比几百万美元的战斧 几十万美元的激光制导炸弹 简直是便宜到姥姥家了 另一方面 精确制导武器的经济效能 也是针对双方交换来说的 我们知道战争打到最后 拼的就是经济 举例来说 英阿玛岛战争中的阿根廷空军 使用一枚价格20万美元的 飞鱼反舰导弹 击沉了英军造价为2亿美元的 谢菲尔德号导弹驱逐舰 从价格来看 交换比达到了1比1000 而英国的一枚价值90万美元的 虎鱼鱼类 击沉阿根廷造价 8500万美元的巡洋舰 价格交换比例达到了1比95 海湾战争中 多国部队飞机发射了 71枚AIM-7 麻雀空空导弹 击落了伊拉克24架固定翼飞机 从价格来看 交换比为1比29 在最近几个月里 俄罗斯的军火库频频遇袭 让俄军大为恼火 在很大程度上 这要归功于精确制导武器 准确的说 要归功于美国陆军战术导弹系统 在俄军的一个军火库中 存放的各式武器弹药和装备 零零总总加起来 价值数千万美元总是有的 而一项被人诟病 价格昂贵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 只要一两发 就能彻底摧毁这些军火 这样一来 其实是不考虑打击敌人后勤 所带来的连带效应 单看导弹和军火之间的价格 也是大赚特赚的 这样考虑下来 看似价格十分高昂的制导武器 其实是相对经济实惠的选择 当然了 这也就意味着 精确制导武器是不能随便用的 如果价格昂贵的制导武器 用来打几个无关紧要的破防则 自然是亏本买卖 要实现精确制导 其最关键的技术 就是微电子技术和光电技术 微电子技术的发展 使制导系统可以小型化 即使是炮弹的弹头上 也能加装导航系统 美军的M-982圣剑制导炮弹 就在155炮弹的弹头里 塞进了GPS和惯性导航系统 使它在50公里的范围内 原攻差半径可以小于1米 但过于依赖电子系统 也是许多精确制导武器的软肋 比如说M-982圣剑制导炮弹 其GPS制导系统就容易受到干扰 当首批M-982刚刚抵达俄乌战场的时候 对俄罗斯目标的命中率 高达70%以上 但一个多月过去后 俄军通过调整电子战系统 导致M-982的命中率只有6% 已经和普通增程炮弹相差无击了 正如我们此前所说 台湾采购的弹簧刀300 阿尔提乌斯600M 此前已经提供给了乌克兰 但在实战中发现 虽然在战族初期 这些无人机已发挥出色 但随着俄罗斯的电子干扰 和GPS屏蔽技术的提高 其作战效果自然也是大大折扣 因此我们可以说 精确制导武器 经过多年发展 已经在战场上 证明了其价值 但在实战中的具体发挥 还是要因地制宜的 来用财星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财星